很多觀眾都會畫畫送給我 但是我猜都猜不到竟然有觀眾 拿我來做一個文章的主角 作了一篇文章給我 我看完之後就覺得非常驚喜 我決定今天一定要分享給大家知道 Hello,大家好,我是Sunny 有一位觀眾的名字叫做女子笑 她作了一篇文章給我 就是用我來做主角的 這篇文章實在太好了 話說有一對情侶 有一個很有錢的女生 名字叫做女真 她曾經有67個男朋友 已經分手了 她的67個男朋友經常買手袋、手鏈、手額和項鍊給她 分手的原因是如果不買東西給她的話 就會分手收場 她這次的男朋友 就不算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但是她很愛自己的女朋友 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的工作 是一個YouTuber 她的名字是Sunny 她的男朋友 有一天 女真打電話約Sunny出旺角 十分鐘之後 出到旺角了 Sunny就問 你約我出來 是什麼事呢? 女真就說 如果你真是愛我的話 買個 LV 的手袋給我 不買的話就分手 我上個禮拜就買了五個手袋給你 我還要跟你儲錢結婚 我不管 總之你不買的話我就跟你分手 之後Sunny就死死地氣地去買了 給一分鐘時間你去買給我 買不到或者超時的話就分手 Sunny看到這隊要用兩分鐘去買 她迫於無奈 插隊去買個LV的手袋 再加一條限量版的項鍊給女真 但想不到 竟然有輛車撞到Sunny 女真看到之後 立即衝過去 抱著Sunny 然後哭著說 不要離開我 我沒有了你 不行 之後送她入醫院 醫生出來說Sunny的情況 給女真聽 她受到輕微的腦震盪 現在下身產瘓了 給個心理準備來 她有機會醒不回來 之後女真就回到家裡哭了 她想起媽媽以前跟她說過一句話 To cherish the people you love Do not lose to regret it 她意思是要你珍惜所愛的人 不要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 她終於明白這個意思是什麼 之後女真一天一天過去探望她 一天一天祈禱 希望Sunny會好 有一天 醫生終於打電話來了 女真就馬上坐車去見Sunny最後一面 才打電話跟她說Sunny不行了 我想 誰知她不幸地被車撞到 入醫院正式死亡了 最後她們終於都能夠在天堂上相遇了 結束了 很感謝觀眾女子笑作了這個文章給我 也很感謝觀眾這麼有心機 經常畫畫 有作文 這樣發給我 有趣的話 我都會分享給大家的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我LIKE 我和Share 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記得珍惜你所愛的人 不要等到失去的時候才會後悔 千萬不要忘記要LIKE我FACEBOOK FOLLOW我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逢星的246出片 就這樣 BYE YES YES YO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不如看看Youtube好不好 YES YES YO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記住訂閱這個頻道 WOW 你現在用40秒買個LV給我 睡醒了嗎? HELLA HELLA HELLA